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颖,欢迎您来我的养生频道。 每个人都不想太快地老去,但是身上的某些特征总会提醒着人们自己正在一步步走向衰老。 比如面部松弛,长老年般,身高变矮,头发变白等。 说起身上的毛发变白,很多人都联想到了衰老,死亡。 长头发是机体的正常自然现象,随着年纪的逐渐增长,伤了年纪的老人,白发逐渐变白。 这是大自然的自然现象,身体机能开始退行性变化,走下坡路,有很多衰老的信号出现,长白发便是其中之一。 六七十岁老人头上的白头发已经非常明显了。 有的人头上满是白发,有的人头上只有几根明显的白头发。 一般来说,超过六十岁头上的白头发已经很多了,但是平时也有些超乎寻常的事情存在。 比如,有的人明明才十七,十八岁,或者二十多岁,可以说正直青春,风华正茫。 但是这个时候头上却长出了很多白头发。 刚开始没有人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,后来医学研究将青少年长白头发叫做少白头。 青年人身上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,年纪轻轻就长出了白头发,令人感到十分烦躁焦虑。 难道这是为老先摔的预兆吗?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 那么为什么年轻人会长白头发,而且越长越多? 或许与缺乏这两种营养素有关。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,白头发大多与年龄因素及遗传因素有关。 不过,临床也有青少年就出现大量白发的现象,那么需要考虑的是否是病理性的原因。 比如,中医认为肾主骨髓,其滑在发,气血不足或者肝肾不足或导致少年白发。 30年以后的白发增多,可考虑与精神神经因素有关。 特别是生活压力过大,情绪波动较大的人群,一般通过自我调节,比如均衡营养,保持心情舒畅等可缓解症状。 而在日常生活当中,白头发多见于中老年人。 这种生理性的白发,主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,皮肤老化,毛囊也在老化。 特别是人到了中老年以后,毛发中的黑色素。 随着毛囊中的黑色素,细胞分泌黑色素颗粒的功能下降,黑色素的分泌量也会随之减少。 再加上机体的新陈代谢逐渐缓慢,头发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,自然容易出现白头发。 另外还有遗传因素,也会影响到咱们的头发的颜色。 比如父母双方有异方患有过少白头,那么子女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也会随之提高。 不过以上这些都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,很难通过人为力量去进行改变。 抱有平常心,及早预防即可,一般无需过于担心。 另外,神经精神因素,比如长期熬夜,精神高度紧张,长期焦虑或精神压力大,劳心劳神等,导致神经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。 头发中的毛囊处于收缩状态,也会导致毛囊中的黑色素细胞功能出现下降,黑色素分泌减少,最终长出白发。 还有,不良的饮食习惯,比如暴饮暴食,长期高油高脂饮食等,也会造成毛囊黑色素细胞的合成障碍,引起白发现象。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缺少维生素和微量元素,也可以导致提前出现白头发。 那么,具体是缺乏哪几种营养素呢? 二,白头发越长越多,很可能与缺乏这两种营养素有关。 第一,维生素B族。 维生素B族是维生素中的一组维生素,属水溶性维生素,包括维生素B1,维生素B2,维生素B3,维生素B5,维生素B6,维生素B9,维生素B12等。 它在体内含量是极其微少的,但却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素之一。 在机体的代谢,生长发育等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,能够参与体内蛋白质、脂肪以及糖的分解代谢,也是决定黑色素合成的一个重要元素。 一旦缺乏,就会影响黑色素细胞分泌黑色素的功能,导致黑色素分泌不足,出现白发症状。 如果人体缺乏维生素B族的某一种或几种,那么就会导致不同的症状,比如缺乏维生素B1会导致疲劳,食欲不振,精神萎靡,眼光呆滞,心脏肥大,肌肉无力等多种症状。 而维生素B2是参与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两种辅酶的重要组成成分,可以促进细胞、毛发、皮肤发育和生长的作用。 一旦缺乏维生素B2会导致褪皮、嘴角干裂、白发等症状。 所以说,在日常生活中要多注意补充维生素B族,特别是维生素B2的补充,建议多吃果蔬、动物肝脏、米糠等富含维生素B族的食物。 比如橘子、香蕉、番茄、芹菜、油菜、卷心菜、花菜、芦笋、锅菜、甘蓝等蔬果。 另外,猪肉、牛肉、蛋蕾、沙丁鱼、腰果、核桃、开心果、小米等食物当中也含有维生素B族。 第二,铜和铁元素。 铁元素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元素之一,可以将氧气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,参与血红素和肌红蛋白的制造,促进人体大脑及骨骼的生长。 而铜在人体中的含量比铁少得多,仅为100至200毫克。 铜元素不足的话,也会影响铁的吸收。 其主要作用是辅助造险,及催化血红蛋白的合成。 缺铜会使人体内重要的酶活性降低,从而导致骨骼生成障碍,造成骨渍疏松。 缺铜还可发生脱发症及白化病等。 目前有研究认为,铜离子降低以后,可影响体内的烙氨酸酶的合成代谢,从而影响了色素的形成。 黑色素分泌减少,自然容易白发。 黑色素颗粒 其实,每个人的头发色素颗粒里面都是含有铜元素和铁元素的,两者会影响一个人头发的颜色。 所以,当铜元素以及铁元素缺乏的时候,也会影响发色。 建议日常多吃富含铁元素及铜元素的食物,比如猪肉、牛肉等红肉,猪肝、牛肝、鸡肝等动物肝脏。 大豆、红枣、核桃、海带、芝麻酱等食物。 总的来说,遗传因素、年龄因素。 不良饮食习惯、精神神经因素,比如长期焦虑、精神压力大、缺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都可能会造成白发。 目前是没有特效的药物可以用于发色的调整,特别是因年龄及遗传因素引起的白发,只能顺其自然,抱以平常心看待。 而对于精神神经因素、不良饮食习惯,缺乏某种营养素等因素引发的白发,那么建议通过生活以及饮食条理来改善。 平时饮食营养均衡,多吃富含维生素的蔬果,比如黑芝麻、黑豆、黑木耳等,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适当地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。 同时还需要注意尽量避免多思多虑,保持乐观心态,情绪稳定,保证充足的睡眠,尽量不要熬夜。 相信经过以上综合条理,白发的状况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,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,可以看到更多的养生视频。 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,我是小影,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